大量的学位给他用 给他推好了怎么办呢 那你这些字音呢 你都可以用 比如说 永泉啊 二马呀 分手阴阳中分阴啊 三阴交啊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补肾呢 这些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这是咱说的这个 多说一句 关于这个抽动症的孩子 那么抽动症的孩子 还有一个典型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这孩子吃饭 和睡觉的时候 老挨熊 带着这种气 他去吃饭 那么时间长了 必然会影响谁呀 除了影响肝之外 必然会影响谁呀 皮 肝是不是属木啊 皮属什么呀 土 那木时间长了 过旺怎么样 会刻皮土 所以时间长了 这种孩子 他除了肝气愈解之外 会影响他吃饭 那他吃饭越来越不好 越不好越爱熊 恶性循环 然后这个孩子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抽动症 往往发生的年龄 就是这种上学的 七八岁的 从七八岁开始 从七八岁开始 那是一个高发期 所以这种呢 就要注意 你除了给他推拿之外 要告诉家长 这个小孩吃饭的时候 和睡觉之前 别熊他 别让他带着气去入睡 或者是吃饭 那么这个时候 时间长了 就会影响孩子的消化 以免造成小孩厌食 营养不良 第七个 适时地给小孩添加腐蚀 无论是母乳喂养 还是人工喂养 就是到了该添腐蚀的年龄 就添加 啥时候添加腐蚀来着 四到六个月 四到六个月 该添的时候就要添 四个月以后 就可以添了 有的孩子呢 可以到 延长到五六个月 五六个月 那一般来说 小孩添加腐蚀的时候 大家都最先 给孩子添加什么呀 啥 蛋黄米粥 蛋黄米粥是吧 一般就可以添一些 小米油啊 现在有那种 做好的米粉啊 还有这个蛋黄啊 都可以啊 添的时候不要添多了 一点一点添 它是由少量到多 然后呢 由稀到稠 对了 还有呢 由简单到复杂 别一下让它吃一些 这个不好消化的啊 不好消化的 这是 这是很重要的哈 这个腐蚀你天早了也不行 天晚了也不行哈 我们以前我是这是刚这个这个 有了宝宝之后 这不是得有一些地方拌满月酒吗 刚好因为我们老家是东北的 我们那边没有这个习俗 但是这个山东啊 我在济南的话 他们就有这个拌满月酒的这个习俗 然后呢就入乡随俗就就跟着办 然后刚好我邻居来 他问我 他说你们这老人没有说就是让孩子小的时候喝满月酒 然后那个给孩子喝羊汤吗 我说没有啊 孩子这么小能喝吗 真的有 就是山东一些就是农村的地方 他们有这种习俗 说小孩满月酒的时候 回家给孩子喝羊汤 那种是完全不可取的啊 孩子那么小 他不能喝这些东西 他只能吃这个奶粉 然后该添腐蚀的时候就要添腐蚀 也不能一下从就是一下给他添到肉啊 或者是这个鱼 你如果想添鱼虾肉的话怎么添呢 嗯 弄成这种粉粉啊 或者是说这个肉松鱼松等等 然后一个礼拜就添一样 然后这一样呢 一次添一点慢慢加量啊 千万不要一下吃多了 这孩子很容易发烧啊 这是咱说的这个添加腐蚀 一方面添加腐蚀 是为了身体营养做准备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断奶 打好基础啊 打好基础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要注意 有些妈妈说都知道母乳好 然后呢就延迟这个 这个给他加腐蚀 对 如果你的宝宝没有练奶的情况 你给他加了腐蚀吃奶 没关系 如果你的孩子练奶 这个咱妈妈的奶啊 只要超过一岁以上了 基本上营养就跟不上孩子的生长了 所以这个时候该添腐蚀 一定要添腐蚀 有的时候孩子他不吃饭 他就等着那口奶 但这口奶已经满足不了 他的营养需求了 如果是这样的孩子 一定及时断奶啊 及时给他添腐蚀 第八个 在添加腐蚀的时候 禁止家长咀嚼以后 这个食物喂给小孩 我觉得现在好像好多了哈 现在都提倡不这样喂了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我妈就总是这么喂我 吃个鸡爪子 嚼不嚼不 喷吐 给我了就 所以说这个现在很多 很多这个育儿理念啊 也宣传 所以已经不这样了哈 第一呢不卫生 因为好多这种 这种由唾液传播的这个病毒啊 都是都是这个 都是由唾液传播的哈 比如说泡软性咽下盐啊 在成人这可能不发病 在孩子那就非常容易发病啊 所以这现在就有一些说 又提出来亲吻病 对不对 你有的时候这种唾液传给孩子了 它就容易出现咽喉的红肿啊 然后再有一个不利于小孩自身的 这个淀粉没消化啊 那么这个时候 它可能就不需要分泌太多的 这个淀粉没了哈 那这是咱说的这个 咀嚼未食啊 然后咱再来一个口窗 143是吗 口窗 我们来看一下口窗啊 口窗呢 是以口夹 唇舌 齿银 上颚等处 出现这种黄白色的溃痒 黄白色的溃痒 那么大家都掌过口窗吗 掌过是吧 掌口窗什么感觉啊 疼 是不是啊 以前的时候你看 我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同事都掌口窗 如果第二天他跟你说话是 你今天吃了吗 那你就知道他肯定是掌口窗了 他这个掌的口窗疼到 他不想把这个嘴唇挨到他的牙上啊 所以呢 成人掌口窗都是这么疼 孩子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看一下 口窗他的发病 一个是以口夹 就是两侧 唇舌啊 唇舌 那么我在这里问一下 口舌生疮跟哪个脏腑有关系啊 哎 非常好啊 齿银啊 牙银上啊 牙银上或者是牙银的里侧 或者是上额等处 出现这种黄白色的溃痒 那么会出现呢 灼热啊 疼痛 发热 半流咸 那么流咸这一块 大家都知道了 新生儿是不是不流口水啊 啊 那么流口水的几个 时期是什么呀 一个是啊 长牙的时候 一个是添加腐蚀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时候会流口水开始多了 那么再有一个病理性的流口水 那么就是因为口窗啊 口窗 那不仅是小孩流口水 咱们成人要得了口窗 也会出现流口水的情况 因为疼 你不想让这个 这个口水沾到你的口窗上 所以就总吸流 然后吸流不及时 就会流口水啊 那么这种呢 是一个病态的啊 那么溃疡呢 只发生于口唇两侧的 叫做咽口窗啊 口唇两侧的 叫咽口窗 如果满口糜烂的话 这种叫口糜 这种就非常重了啊 非常重了 可以说平时吃的太好了啊 那一般来说 口窗的话 叫应幼而多见啊 应幼而多见 孩子呢 伴有流咸 巨石啊 这个巨石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流咸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巨石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孩子出现的巨石啊 你要检查一下他的口腔情况啊 你要检查他的口腔 口腔的两侧啊 上下等等 我就有一个病号 他呢 就是 他说我最近 我宝宝最近呢 他原来特别喜欢吃西红柿 现在呢 我给他吃西红柿呢 他就哆嗦 而且特别 特别抗拒啊 他知道口窗疼 你咽口水都疼 吃一些这种 稍微有点刺激的 酸的甜的 是不是就疼得更厉害啊 所以他会出现说 哎呀 吃西红柿都疼得哆嗦啊 那他后来检查 发现嘴里长了一个很大的口窗啊 那么首先第一步 孩子出现巨石巨水的时候 我们要看孩子的检查 他的嘴里 两侧 齿银 齿银的内侧 舌 还有上颚 等等这些地方 有没有生口窗的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注意他的咽喉 这是我们检查的第二个点 如果张嘴你发现他没有口窗 你顺道可以用压舌板 看一下他的咽喉 就是用这个灯罩着 这一瞬间把压舌板压到舌根 然后呢 看一下他的咽喉两侧 有没有红肿的情况 如果有红的情况怎么办 怎么办 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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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妈不同意 你就找机会给他妈放一下 下次来他就同意了 那这个时候啊 就是一定要记住 这个时候如果红的话 你如果你自己家宝宝 你也千万别心软 那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我老师有一天 我跟他聊天 他家的小孙女啊 有一天发烧 烧了39度 咱知道咱的手法啊 发烧的手法相对来说快 要重一些 然后呢 其实虽然自己是做这个的 给孩子有的时候还是下不去手啊 都知道说 哎呀大锥放个鞋 然后这个推推挤 就管事了 但是也都知道疼 所以就舍不得给自己家孩子上手 怎么办呢 老师就给他洗热水澡 洗完热水澡也不退烧 一共烧了两天 后来老师一看不行 也不退 后来怎么办 然后就给他做我们这些手法 我说那他妈妈给家不心疼啊 然后我老师说 他妈出去了 我给他支出去了 然后我跟月嫂给他哗哗哗做完了 我说那孩子哭得是不是很厉害 他说哭就哭一会儿呗 哭完了 接着下午就退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这个手法啊 太心软的时候也不行啊 所以你看到孩子如果出现这种咽喉红的时候 赶快给他放血 那你放完了接着他就好了 你就比起他如果不好的话 一会儿肿了 一会儿发烧了 你更糟心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查一下的咽喉啊 当孩子出现水米不进巨石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咽石的情况 你要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口疮 有没有咽喉的红肿啊 如果这俩都排除掉了 然后再看那颗的情况 再看看那颗的情况啊 那颗的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要从那颗其实很好辨别 这俩都排除了之后啊 你在看那颗的时候 往往那颗的话 孩子如果出现不想吃饭 面色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呢 什么样的 要么是少滑 要么是脸黄 对不对 脸黄 这是很明显的 那么脸黄就说明哪个脏腑受问 对 说明脾胃受伤了 或者脾胃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才会出现一个巨石厌石的情况 我们再用我们厌石的这个手法 或者是剑韵脾胃的手法去给他做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孩子出现巨石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 先检查一下口腔 不一定非得是 先是认为他是厌石啊 厌石 这是厌石 那么孩子在长口疮的时候啊 一方面他有流闲 巨石 烦躁 啼哭啊 啼哭 孩子没事的时候 只要他能吃饱 他一般都会保持两到三个小时的平稳的情绪啊 平稳的情绪 因为他的发病就在婴幼儿这一块啊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 他他要是孩子一直烦躁 一直哭闹 你就要去找原因啊 或者是说吐怒舌 吐怒舌说明什么了 谁的问题啊 哎 心火圣 对不对 或者偶有发热等症状 往往临床上 口疮这个病啊 除非是挺厉害的 要么就是你自己家的孩子 很少有妈妈说因为孩子口疮来带着找你来推的啊 很少 往往都是他夹杂在其他的病例 所以呢 学完之后你要学会加减取血啊 加减取血 那么四季均可发病 二到四岁的时候最多见啊 二到四岁的时候最多见 为啥呀 因为二到四岁添加腐蚀了 孩子什么都能吃了 对不对 有的孩子可能就偏食一些内热重的食物 比如说就爱吃肉的这种啊 或者就爱吃鱼的这种 那这个时候 往往多见啊 但是一般来说 育后都比较好 育后良好 如果是因为素体虚弱的 久病的啊 或者是咱说的肝肌的孩子 往往病程就比较长 育后就比较差 这种口疮容易反复发作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口疮 这两个口疮 那如果说这两个口疮 一个是食热 一个是虚热的话 哪个是食热呀 这边的是吧 很明显的一个红 很明显的一个红 那边呢就是偏虚热 偏虚热 我们来看一下诊断要点啊 口腔黏膜上发生一个 或数个淡黄色 灰白大小不等的小窗面 或溃疡面 其实这个比较好诊断啊 比较好诊断 那么可出现在齿炎舌体 两颊和伤恶等处 这个地方不再说了 一般来说它的原因呢 有胃养不当或过时制薄 这样的病史 就是说你问问妈妈 妈妈可能会告诉你说 哎呦我孩子前两天 我给他吃多了 或者我领他出去吃饭了 我领他出去吃火锅了 等等 这些情况都叫过时制薄 或喂养不当 或者呢有外感发热的病史 这一点注意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我说了 他不单独发病 很多时候他是跟着这个 这个其他的病一块出来的啊 发烧的同时可能出现了口疮 出现了口疮 以及一些维生素缺乏的患者 也会有这种情况啊 那常伴有口腔的疼痛 进食哭闹 这个要引起注意 这个是首先是妈妈自己来判断口疮的一个首要因素 就是咱说的巨食 你给他吃 他哭得特别厉害啊 或者是不愿意吃饭等等 流口水等等这种症状啊 你要考虑是不是口疮 然后补充一句就是本病辩证呢 有食火虚火之分 刚才给大家看了 那么那个红的啊 就是食火 那种不是特别红的是虚火 但是临床上以食火居多 你别看食火病成长病成短 然后呢程度是什么样的 程度重对不对 但是他好得很快啊 他好得快 而且不容易反复发作 下边呢我们来看几个 这个鉴别诊断 额口疮 这是我们下一个要讲的啊 额口疮呢 是白色念珠菌 引起的口腔黏膜疾病 多发生于出生儿 或者是体弱多病啊 多用抗生素的婴幼儿 刚才咱说了 那个发生在几岁啊 二到四岁啊 稍微大一点的 什么都能吃了 这个的话呢 多发生在出生儿啊 或者是体弱多病 用抗生素的孩子 那么口腔及舌上布满白血 周围有红韵啊 一般没有疼痛或流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额口疮啊 白的那一片 非常明显啊 非常明显 它的上面呢 是白的一层像这个 这个鹅的绒毛一样啊 额口一样 所以我们叫它额口疮啊 额口疮 然后还有一种病呢 是手足口 手足口一般呢 是由病毒引起的 一些实行疾病 它的发病年龄呢 也是四岁以下多见啊 四岁以下多见 那但是一般呢 在春夏季节十分流行 往往在幼儿园里 这种病一流行就一片啊 以发热伴有手足臀 这是一个典型症状 出现了皮肤泡疹 皮肤泡疹为特征 口腔粘膜泡疹破坏后 形成的溃痒 口舌疼痛脚重 因为它也有疼 也有泡 也有周围的那个窗面 所以呢 就容易被误诊 你要看一下 有没有这种手足口 检查一下它的手 脚 屁股 有没有泡疹啊 那么口窗呢 一般是散在的啊 一年四季 均可以发病 一般不伴有皮肤的泡疹 没有其他地方的泡疹 所以这种泡疹的话 你看长得就挺像 对不对 它里头有的时候 它这种没破坏的是这种泡疹 破坏的是这种窗面 这是已经破坏的窗面 所以这个的话 是不是长得跟这个口窗 就挺像了 那么看到这个的时候 如果孩子之前有发烧的情况 手脚屁股上有这种泡疹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手足口病啊 以免误诊 这是一个手足口 这个泡疹破坏以后啊 破坏以后 在这个唇上留下的啊 好 还有一种病叫牙肝啊 牙肝啊 牙肝呢 多发生于儿童和轻壮年啊 轻壮年 发病比较急咒 好发于前牙的牙银 它主要的特征呢 是牙圆及银乳头 就是牙银呢 出现一种穿绝性 坏死性溃疡 就整个这个牙床子冒萌 就是这个意思 可波及多个牙齿 那这个时候呢 溃疡边缘不齐 相互融合 它跟口窗也挺像 但是 但是 它呢 局部形成不规则 坏死性溃疡 它比较重 而且它的特点呢 是有特殊的臭味 就是咱平时常说的臭牙花子味 特殊的臭味 有明显的充血血肿 等等 这是咱说的牙肝 当然现在这种病啊 见的比较少了 见的比较少了 那么我们呢 看一下这个口窗的一个辩证论质 我们往往啊 辩证的话 首先从这么几点 一个是病史 全身症状 局部症状 来比较这个口窗的情况 首先 这个 变这个虚实 首先变虚实 食火的口窗 有风热在表 脾胃肌热 心火上炎之别 就是它分为虚病和食病 那食火的话 体病一般怎么样 哎 体病急 常有这种外感 或者是伤食的病史 所以你看 吃得多 为啥人家古话叫 弱药小而安 三分鸡与寒 人是有道理的 食肌的话 你看咱学的这些病 是不是几乎每一个 都有伤食的这个原因呢 啊 那么有外感病史 或者伤食病史 一般来说 病程怎么样 短 它起病急 病程短 好得快 啊 但是程度呢 哎 程度往往比较重啊 急性期就疼那么两天啊 但是过去了就好了啊 那么虚火口窗 常常伴有素体的阳虚 啊 素体的阳虚 或者是酒患 其他的病 比如说 常年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啊 厌食啊 或者是常年有一些啊 那种不大好治的病啊 或者常年打掉瓶啊 等等啊 体质虚弱 病程长 那这个时候 病程比较久 容易反复啊 这是虚火 它虽然程度轻 不那么疼 但是磨磨唧唧 这会儿好了 过两台又反 这会儿好了 过两台又反啊 这是咱说的虚实的发辩特点 这是一个啊 啊 这个是想给大家说虚的啊 一些虚症啊 阴虚的话 这是典型的什么蛇呀 对 这不是兔弄蛇啊 兔弄蛇 你得能看见 它有个动态了 这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波脱胎啊 波脱胎提示我们什么情况 阴虚是吧 这也是 这个孩子呢 口船里边长了一小块口疮 那么全身的症状啊 全身的症状 我们呢 把它分成 食火分成两类 一类叫脾胃积热 一类叫心火上炎 心火上炎 然后这个虚火上浮啊 拐下来 这是第三种类型啊 我调好的这个板 到这就有点 就变了 虚火上炎啊 那么第一个脾胃积热 脾胃积热 一般有什么样的症状 你想想脾胃的积热 肯定有口臭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大便什么样的 大便干 小便黄 对不对 脸可能是什么样的 红 口唇什么样的 红 对不对 整个一个上火的正向 然后舌胎可能是什么样的 黄膩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这种呢 这是典型的一个脾胃的积热 脾胃的积热 如果没有去了这层黄的话 就是脾胃的寒湿 脾胃的寒湿 然后第二种 心火上炎 心火上炎会有什么表现 舌尖红 小便呢 短翅 对不对 翅色 这是典型的心火上炎 包括孩子会出现烦躁啊 吐弄蛇呀 口舌生疮 一般这个口疮生在哪里啊 舌尖 就是给大家举那些例子 大家 这个这个说已经能列举心火上炎的这些症状了 那么一般都会发生在这个口疮的这个心火上炎情况 虚火上浮 往往往出现一个神皮全红 整个一个阴虚 可能会出现刚才咱看到那个波脱胎 或者是这个颧骨总是到了下午红红的啊 红红的 那么这种情况 手足心热 可能晚上睡觉出现倒汗的情况 这些都是阴虚 还有给大家说的光脚鸭满地跑啊 睡觉满床滚呢 这是一个阴虚的本质啊 本质它可能就是素体阴虚就这样的 那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的舌台啊 阴虚的舌相 就是它的这个舌是一个舌至暗红啊 暗红 红这样的情况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审病处啊 审病处 口疮是局部的病变 但是有猪外必行于猪内 有猪外必行猪内 就是这个时候呢 口疮表现在口口腔上的只是一个表象 那其根本原因在哪啊 你得往它的脏腑里头找啊 往它脏腑里头找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辩证的时候 注意局部和整体的统一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口疮局部的位置 一方面要找到它相应的脏腑 因为你想想 我们治疗 是不是只有把它归到五脏里头 这个辩证 你才能用手上这些穴位啊 对不对 你归不上 你光是口疮这块长一个小窗面 你怎么办 你就没有办法去找 那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口疮长在哪 跟哪个脏腑有关系 这是我们要联系起来的啊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局部的这个辩证啊 首先通过望证啊 辩证要点如下 斑块 口疮周围如果颜色鲜红 溃养数目较多 实证还是虚证 实证对不对 典型的实火 就咱刚才看的 口特别的红 然后呢 溃养数目较多 可能好几个 这个时候疼痛剧烈不剧烈 剧烈 这个时候是实火 那第二个 口疮周围啊 颜色比较浅 稀疏散发 疼痛比较轻 实火虚火 虚火啊 虚火 如果肿而不红啊 是湿剩 如果窗面黄色的浓膜 为什么呀 热毒 这个时候热重不重啊 要比这个实火 还要再重一倍啊 再重一倍 那么口窗的 口窗的这个深浅 窗面如果浅的话 并重还是并轻 轻 很简单啊 窗面深的话呢 就是重 如果深线就像个大坑似的 是不是更重啊 那么这是一个给大家找的一个舌尖 舌尖 口舌生疮 舌生疮的一个情况 你看是不是就长在舌尖这个部位啊 这个部位可疼了 钻心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变轻重 怎么来变轻重 首先口窗的轻症 一般来说发热高不高 不高 精神怎么样 好 吃饭呢 稍微差一点 稍微差一点 窗面 好 窗面 浅 小 愈合的快不快 快啊 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 重的一般会有发热高 精神怎么样 差啊 这个时候影响进食吧 因为咱成人都疼 所以孩子更影响他进食了 那这个时候窗面应该什么样的 深 大 而且遍布满口啊 很深 你看那个窗面啊 就是整个一个大坑啊 或者是说呢 要比这种浅的深得多啊 愈合的怎么样 慢啊 甚至反复发作日久不遇啊 这是重的啊 你看这俩一笔 哪个轻哪个重啊 这边情是吧 这边虽然是两块 但是你看它的深浅 那个是不是很浅呢 这个就很深一个坑啊 那这个的话就不如那个愈合的快 这是咱说的这个口窗啊 我们看一下治疗原则 口窗的治疗原则啊 那你先知道口窗的原因是啥 口窗的原因是啥 整体就是一个啥呀 火 是不是 它无非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 把一块肉放在什么地方 它坏的最快 腐烂的最快 热的地方 对不对 三福天这个肉烂的最快 那么在嘴里也是 那嘴唇是一块好肉 那体内热要是太剩的话 就容易出现这种口窗烂嘴的情况 那么我们既然是有火 咋整啊 清热泄火呗 对不对 所有的这个法 你要先掌握一个大原则 上来如果有口窗 清热就是了 你要说咳嗽也好 拉肚子也好 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发烧也好 感冒也好 那可能有一些出现辩症啊 出现死症啊 口窗没事 你放心 治不死人啊 治不死人 那么口窗呢 一般是心脾肾脏 三脏功能啊 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失调 一会儿来给大家说 为什么是这三脏啊 然后口窗的刺激呢 又可以进一步使内脏失调 为啥呢 你想口窗的话 它是不是不能吃饭了 不能吃饭了 是不是就没有后来的食物 来滋养他们这几个脏腑了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啊 内治是致其本 那外治呢 就是去腹生机 局部的去治疗 要注意 食症需要怎么样 清热泄火 但是不能一清到底 你要注意孩子的体质 到底是虚的还是实的 如果孩子稍微有点虚的 你就这个泄完了 还要给他稍微补一补啊 那虚症的话呢 就是以补虚为主啊 补虚为主 然后急性期的话 也要轻补结合啊 轻补结合 我们再往下看啊 那么它的病因病机 跟心脾胃 甚有密切联系 那我这样给大家说 你就知道了 首先 心开窍于哪儿了 蛇 那么这回咱都知道了 口蛇生疮 去找哪个脏腑 反过头来找心 好 那么脾胃跟这个口疮有啥关系啊 脾开窍于哪儿啊 口 齐滑在唇 对不对 所以这种口唇的问题 如果出现窗面了 找谁啊 回去找脾胃啊 那么胃 而且脾 它还有经脉连到舌上啊 有经脉连到舌上 另外胃 胃在中医里 齿吟是属胃的 齿吟 也就是咱说的牙齦部分 有的人经常出现牙齦的红肿出血 有这样的吧 那这种情况 往往会伴随着口臭 往往伴随着口臭 就是因为什么呀 胃活怎么样 胃活胜 对不对 所以牙齦归胃所属 那么这个口疮 如果长在齿吟上啊 也是要去找脾胃的 那最后肾呢 肾是总揽全身的阴阳 那这个时候肾阴不足的话 往往就出现这种虚火上炎 肾阴不足就出现这种虚火上炎 虚火上炎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这个口疮里头 就分为三个症型 首先一分为二 分为食症和虚症 食症里头又分为脾胃的 肌热和心火的上炎 因为它一共就跟这三个脏有关系 对不对 然后虚火的话 那就是虚火上炎啊 跟肾有关系 所以呢 新医学认为咱们这个病啊 跟口腔不竭关系密切 有一些啊 有一些 你像咱们身体会有一些 致病菌和非致病菌 它们都是共存的 但是一旦当人体的这个平衡 被打破之后 那么就会出现致病菌 占这个主导啊 那我们再看 有一些抵抗力下降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发口疮 另外吃的食物过热过硬啊 比如说烫了一下 或者是咬了一下嘴 是不是就容易烂嘴啊 这是平时的老百姓说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擦拭口腔的时候太过用力 有的妈妈觉得 哎呀我宝宝吃完奶了 我想给他清洁一下口腔 然后拿那个纱布 蹭蹭蹭蹭蹭蹭 哎蹭破皮了 然后恰巧这个孩子 又特别能吃这种热性的食物 接着就容易出现口疮啊 我们看一下病因啊 病因 外感因素 外感因素就提示我们什么呢 可能这个孩子如果体质不好的话 他感个冒或者是发个烧 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口疮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食伤因素啊 小孩素体阴虚火不能自节 这个时候又给他吃了一些 辛辣厚味的食物 因为你会发现 现在孩子阴虚体质的太多了啊 往往哪些情况会造成孩子的阴虚呢 第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喝水太少 第二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睡觉太少 那孩子如果睡眠少的话 他的生长发育一定是落后于 这个同龄的孩子的啊 而且时间长了之后 睡觉晚他养不起阴夜来 那么时间长了日久 就容易出现这种阴虚的体质 这就叫素体阴虚啊 素体阴虚 或者是某一次吐血伤筋啊 大量的呕吐或大量的腹泻伤了筋液 没有及时补充进去 容易出现阴虚的情况啊 那么本身的体质是这样的 然后你再给他吃大量的这个 这个肥肝后腻的食物啊 那这种东西进食过量 就容易出现这种火热上沿的情况啊 火热上沿的情况导致口疮 另外是正虚因素 小孩还是素体阴虚 所以说为什么阴虚的孩子 你要及时的去给他调整啊 不然的话他容易生很多其他的病啊 因为他本质的虚啊 或者急性感染或者久病啊 成为发发展为这种体虚 阴夜亏损 然后呢出现这种虚火上浮的情况啊 虚火上浮的情况 那么这种虚火上浮我们的推咏拳效果就非常好啊 非常好 尤其是家里有这种阴虚的孩子的话 那么在这个脚心啊 推咏拳回去可以长年用啊 长年用 每天睡觉之前都可以给他推 泡完脚 推推涌拳啊 那病肌啊 病变在心脾胃肾啊 心脾胃肾 这些我就不多啰嗦了啊 咱往后看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口窗的取屑啊 口窗的取屑 首先还记不记得我给大家说 口窗的两个啊 两个这个重要的穴位是啥了 治疗口窗的两个穴位 哎 长小红纹小红纹是吧 这是治疗口窗的特效穴啊 特效穴 所以它作为主穴放在这儿 然后口窗分为哪几个正型呢 首先分两大类 对吧 一个是石 一个是虚 石火里头又分为啥呀 哎 脾胃的什么呀 激热 对吧 就是我说的脾胃的湿热啊 脾胃的流口水啊 记不记得 那这个时候你想想 生口窗的 这种脾胃激热的流口水 应该流什么样的口水 粘稠的 味酸臭的 对不对 那这是脾胃的激热 另外一个叫新火的上盐 然后还有一个虚火上盐 虚火上盐 那么脾胃激热 全书几乎所有的病都是用补脾 唯有这个口窗的时候 因为它脾胃怎么了 热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说了 先天脾不足 那这个时候用什么脾啊 清脾 但是我们呢又怕它影响它脾不足 怎么办用啥 哎 清补脾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 清补脾怎么做呀 哎 来回腿 用清补脾来代替清脾 然后清谁 脾胃的激热 清胃 对吧 那这个热你还可以通过哪儿导出去 大肠吧 对不对 脾胃的热啊 可以从大肠导出去 还可以用啥呀 清大肠 对不对 把它首先你得先把脾胃的激热 它激到这儿了好办呢 你给它往下走就行了 是吧 脾胃的激热你可以从大便给它导出去吧 这是一个 再有呢 你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觉得这个热太剩了 我还压不了它 怎么办 你还可以配谁 泄火的 水底捞月呀 大凉的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它太寒凉了 那么还可以换成谁呀 六斧 是不是 这些都是 你看这个热是一个明显的什么热 室热吧 对不对 六斧可以用吧 可以用 天和水六斧都是可以的 好 心火上岩 心火上岩 让大家列了一堆那个 因为心火上岩导致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 找谁 心经 对吧 心经怎么做 清心 还可以用谁 跟它相表里的 把心火往哪导出去啊 小肠 通过小便导出去 你看 热在脾胃里头呢 你就通过大便导出去 对不对 热在心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通过小便导出去 然后清心清小肠 还可以用谁呀 对 内疗宫 我说的这一溜 对不对 内疗宫再往下 小天心 还有呢 总筋 还有一个大的 对 清天和水 这个清心火效果非常好 非常好 是一个清心火的大穴 哪怕你忘了倒小天心 忘了揉总筋 天和水你只要坐上 肯定会有效果 如果你觉得天和水 热这个凉度不够的话 怎么办 还可以配谁 六腑 可以吧 大清天和水 大清天和水 一般退烧用 这个时候你就不如用六腑 这种寒凉的 清热 凉血 解毒 这是六腑的作用 清热 凉血 解毒 然后 虚火上岩 虚火上岩怎么办呢 是谁虚了 阴虚了 对不对 阴虚才会火旺 那怎么办呢 咱自己那套穴位来上 二码 还有呢 推永拳 这个时候永拳 要比五斤好用 推永拳 分手阴阳的 重分阴 这个时候这样的穴位 要更好用 永拳分手阴阳的 重分阴 二码 然后 再往后排 就是大家说的三阴焦 三阴焦 然后这个时候 虚火上岩 我们还可以配内劳工 其实 防止这个虚火 动心火 内劳工 就可以了 这是咱说的口疮 那我问一下大家 如果 如果你遇见了一个口疮的孩子 但是他不是因为口疮来找你治病的 他可能是在风热感冒的这个情况下 出现了口疮 那你会取什么样的穴位呢 比如说孩子有流浊涕 然后呢 出汗 然后这个 这个有微微的有点发烧 嗓子有点肿 然后 而且同时嘴里还有口疮 你打算怎么办 四大手法 好 然后刘卓涕怎么办呢 音箱 然后 黄鹏入洞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还有点嗓子肿 你打算怎么办 最后烧伤伤羊放血 对不对 然后他又有口疮 你咋整啊 把他俩配上就行 把主血配进去 如果说你觉得不是风热吗 对不对 你除了这俩主血之外 你风热自己 你是不是也得配点清热的呀 那用啥呀 这是不是都可以用 是不是都可以用 这种清热的手法 别忘了 别忘了 它是有热的 别忘了就行 这就是让你们灵活运用起来 皮胃肌热 这是 口疮 常用的食疗方 大家可以看一看 首先将西瓜汁含于口中 约两三分钟以后 咽下再含新的瓜汁 反复多次 反复多次 西瓜是什么性的 凉性的 凉性的 第二个呢 是双打的茄子 这个其实不咋好用 因为没有那么好找 双打的茄子 不大好找 所以这个就可以排除掉了 那么第三个呢 是萝卜 洗净切碎 这个一般是白萝卜 白萝卜 洗净切碎 捣烂取汁 用这个汁漱口 第四个 用鼻齐清果 饰饼煎 鼻齐 就咱说的马蹄 然后呢 清果 橄榄 饰子饼一个 放锅里的煎 煎完了之后 加冰糖 喝汤吃果 喝汤吃果 这个呢 适用于 食症的 食症的 你像脾胃 激热呀 新火上烟 都属于什么呀 食热的 对不对 食症的 因为这个 鼻齐是良性的 良性的 再往后 清果两到三枚 清果就是橄榄 放入嘴里嚼 嚼完之后 吐出唾液 然后再将 清果嚼碎咽下 这个也是适用于 这个食症的 因为橄榄 一般来说 相对来说 有点什么呀 酸 酸有什么作用啊 收敛 收敛 这个玄神二冬粥 玄神和麦东 天东 他们仨 都是干啥用的 爱滋阴的 他们仨 都是滋阴的药材 所以这三个 加上大米 一块熬成粥 那么它的作用呢 就是适用于 虚火上烟型的口窗 虚火上烟型的口窗 这就是 那个 鼻气 就马蹄 其他治疗 其他治疗 外治法 外治法 到这的时候 我始终会说鱼话 你不要说 跟谁都说 没事我给你推吧 这个时候 凡是能多管齐下的时候 你不要说 我想证明小时候推拿 好不好使 有没有用 你只要能多管齐下 效果肯定要比单一 用药效果好 所以你的手法 能配上这种外治法 让孩子能好得更快 我们就这样配着用 冰棚伞 西肋伞 清代伞 猪黄伞等等 这些养阴生机的 都可以任选一种擦到换处 每天三到四次 脸床生机 第二个可以用 浓绿茶来含树 因为浓绿茶 它有一些消炎的作用 可以清热解毒 收敛漱口 再有一个含树法 你看 野菊花 金银花 莲窍 百蓝根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含粮的 但是没关系 它是怎么样呢 漱口 不需要咽下去 含树就可以了 它适用于口疮的 食热症 这冰棚伞 吸泪伞 中程药 这个看一看就行了 双黄莲 双黄莲 双黄莲呢 一般来说是 用于脾胃积热 这种黄莲 黄芹等等 它是去清脾胃的热症 清脾胃的热症 再有一个 导吃丹 导吃丹用于心火上炎 因为这个是中医里 咱说的导吃伞 改装的 导吃伞 导吃伞往往是咱说的 心火下移小肠 这是咱说的导吃丹 最后这个 知博定黄丸 知博定黄丸 以前呢 咱说的六味定黄丸 是前移小儿 药症直觉里头 它这个给组的方 实际上是给孩子组的方 那后来成人广泛运用了 因为孩子本身 它就阴液不足 所以呢 就会用到这个地黄丸 那么知博定黄丸 它就是 这个给孩子 这种虚火上炎症的口窗 就可以吃一点 这个挺好用的 无珠鱼 适量15到30克 把它捣碎 一般捣碎呀 这个碎度 其实是不够的 一般来说 可以用那个机器打粉 捣碎的话 会觉得记了个省的 打粉 打粉之后 用醋条 敷脚心的永泉穴 一般临睡前固定 第二天清晨去除 这种用法有点像谁呀 有点像咱说的脸汗伞 是不是 临睡前把它打成粉 然后呢 放在 放在我们的脚心 贴在脚心上 第二天清晨去除 往往适用于这种虚火上炎的 因为泳拳有啥作用了 哎 推泳拳叫滋阴 还有一种作用叫 隐虚火下行 隐虚火下行 所以能起到一个 退热的作用啊 退虚火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预防和调护 口窗 常反复发作 患而往往痛苦不堪 所以呢 一定要加强护理 不要给孩子吃过热 过敏 有过硬 有刺激性的这种食物啊 注意口腔 卫生 要开水竖嘴啊 奶头奶瓶玩具的 清洗消毒啊 这种要注意 另外推拿的同时 可以配合中药外用 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如果口窗疼痛 可用这个清带伞复患处 腐臭 可用吸泪伞 腐烂溅去 可用猪黄伞 每一个药 其实它都是 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 再有重症的口窗患而 可有发热烦躁 家长应该遵医嘱 按时给孩子吃药打针啊 不要光是这个 外用啊 要是太重了 就该该去打掉瓶就打掉瓶啊 对于高热的话 而及时给予物理降温 这个不用多说了 这个咱们都都能做到啊 第五个 患病期间要多休息 多吃水果蔬菜 那么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多吃这种 含这个维生素C的 口床好得快啊 那这个呢也是 我也是跟我老师交流之后 有一次他上完课回去 升了口窗啊 升了挺大一块 后来他怎么办呢 他说我回去啊 我就用一个VC那个 VC那个丸 我用舌尖 抵在这个口窗上 他说非常非常的疼 但是就睡了一宿觉 第二天就好了啊 可见他只用这种 VC啊 好的就很快 但是孩子可能会受不了 那我们可以代替呢 多吃一些水果蔬菜 多喝水啊 多喝水 清洗口腔 应该在饭后一小时进行啊 包括我们看嗓子 也是要在饭后一小时以后进行 为什么 防止引起孩子的呕吐啊 呕吐 涂药以后 不要立即进水进食 避免药物被这个水冲走 所以说最好在晚上睡前进行 敷完药就睡觉了 有的清的话 第二天早上起来 哎 口窗就好了啊 口窗就好了 口迷 口迷是属于中医口窗的范畴啊 它的症状要比口窗重 属实症啊 那这种呢 往往在我们临床上啊 它是由于病毒导致的啊 是因为口腔粘膜上 散灾大小不等的溃疡面 那这种巨石疼痛 要比刚才的口窗 要多的多 因为刚才才说了 口迷叫啥呀 满口的糜烂啊 满口的糜烂 这个就比较重啊 这个书上没有 我就简单说一下 那这些就是比较重症的一些口窗啊 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那么它的实火虚火都跟刚才口窗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实火的热症要比口窗重的多啊 重的多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要多清它的这个热啊 多去泄热 它会有一些放血啊 会有一些这个发烧的这个情况啊 这个大家拍一拍就行了 咱就不多说了 无非就是这个口窗的延续啊 手法的话也跟刚才是一样的啊 那小儿推拿文献里头呢 有很多对于鹅口窗的记载 对于这种泡枕性口腔炎啊 就刚才说的这种口迷报道的比较少啊 但是往往咱们用这种清热的效果 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啊 很好的疗效 所以呢 这个早期啊 早期口窗的早期一定要及时治疗 这个预后还是不错的啊 还是不错的 另外注意 实证的手法应该怎么样 重对不对 然后要怎么样 快时间短 所以这个就是短平快 我们跟发烧的手法是一样的啊 要重手法 这是临床的一些这个 这个报道啊 临床的一些报道 一般的话推拿治疗四到五天左右 就会明显的好转啊 明显的好转 好 虚火这个咱不看了 下面呢 咱讲额口窗 有口窗做基础了之后 再学额口窗就简单的多了哈 我们只要会额口窗的诊断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取血和这个口窗几乎是一致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额口窗 额口窗呢 是小额口腔 舌上分布满白血或白膜 状如额口窗 正如额口窗 不耐受的那种 不耐受的那种拉肚子 很多的泡沫 拉了日久之后 忽然有一天 她妈发现嘴里就开始长这种白的啊 白毛毛 然后呢 这种口窗啊 就是典型的一个额口窗 另外这种额口窗还在哪出现呢 不仅仅是发生在孩子身上 一些年龄大的人在ICU里头啊 重症监护室里头 也会出现 因为长期使用这种抗生素啊 导致一个菌群的紊乱 就会出现这种额口窗的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咱说的额口窗 额口窗又叫血口啊 血口 就是指这个口唇上这样布满白血啊 现代医学对白口窗的认识 它是由白色念珠菌所引起的啊 那么通常呢 发生在口腔不清洁的情况 营养不良的孩子之中啊 体弱的成年人也有发生 再有这种念珠菌 其实在健康的孩子里头 也会口腔里头也有这种菌 但是呢 并不治病 尤其是你打了抗生素之后 或者是酒泻 导致身体的一个菌群的紊乱 才容易发病啊 那我们看一下下列情况 均容易感染 首先第一个啊 母亲阴道有梅菌感染啊 它是一个真菌的感染 那么这个时候 婴儿出生通过产道的时候 接触母体的分泌物而感染 那这种情况 除非是孩子体质真的非常非常差 或者是说 母亲的这个梅菌感染非常非常的重啊 会比较会容易得这个病啊 一般来说都没啥太大的问题啊 另外呢 也是母亲如果有这种梅菌性阴道炎 就要及时治疗啊 奶瓶奶嘴消毒不彻底 那这个是有的 因为有的时候奶瓶奶嘴更换不及时 正常应该一个月一更换 更换不及时 或者是说出现这种不大消毒 被这个细菌所感染了 也容易出现啊 妈妈的奶头不清洁等等 第三个 接触念珠菌的食物 衣物和玩具 尤其是小孩子在口预期 他喜欢啃咬 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 食物衣物玩具 上面有这个细菌啊 就就有影响 再有一个 六到七个月是不是开始长牙了 那这个时候牙床的一个肿胀 孩子喜欢就吃吃东西啊 吃东西 咬这些东西就容易把细菌带入口里 第四个 幼儿园过集体生活 交叉感染 患到额口床 这种其实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因为咱说了 发病一般都是什么大 多大的孩子啊 哺乳期的孩子 哺乳期的孩子 再有 这个是很常见的 长期服用抗生素的孩子 长期服用抗生素啊 或不适当的这个激素治疗 咱知道平时感冒发烧 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去打抗生素 其实现在好很多了 抗生素的滥用也好很多了 因为打抗生素啊 其实是非常伤孩子阳气的 非常伤孩子阳气的 这样的孩子时间长了之后 容易形成一种阳虚的体质啊 阳虚的体质 我们看一下 两岁以内的婴幼儿多见啊 两岁以内的婴幼儿多见 这个时候啊 口腔出现乳白色 微高企的斑膜 周围没有炎症反应 它不像口窗 红的厉害啊 它是没有炎症反应 形似哪块 擦下去之后啊 会出现 这个下方不出血的红色窗面 会有一个窗面啊 会有一个窗面 所以呢 这个斑膜面具大小不等啊 会在这个口腔黏膜 它跟口窗很像 只不过上面是有一层白膜 你擦掉之后 下边就出血啊 那这就是咱说的额口窗 好发于这些 跟口窗发病一样的 这个位置啊 轻微感染的时候 这种白斑不易发现 也没有特别的疼痛感 只有在吃饭的时候 偶有一些 这个痛苦的表情 孩子 会因为疼痛 烦躁不安啊 伴有轻度的发热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个黏膜不断的扩大啊 它的白开始是 就这一小块 慢慢的扩大 整个口腔 慢慢的再扩大 到整个的上颚 甚至连到后边的食管啊 后边的食管 等等啊 时间长了 可以发 激发其他细菌感染 造成半血症 一般来说 不需要其他 进行其他方面的检查 如果这个额口窗 反复发作 我们可以刮下来一点白斑 去培养啊 细菌培养 那培养完了之后呢 再去针对性的用药啊 鉴别诊断很重要 本病应与滞留的奶块 相鉴别 有的时候孩子吃完了之后 嘴里会有这个残留的奶块啊 但是残留的奶块 往往来说 我们用纱布或者棉签 一擦就掉了 下边不会有窗面啊 下边是一个光滑的 这个皮肤黏膜 如果是额口窗的话 你擦完了 下边是一层 红红的窗面 甚至会有肾血 下边会粗糙啊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白猴相鉴别 白猴就是咱打的那个疫苗 百百破里的啊 白猴 那么它呢 是一个烈性传染病 往往呢 也是这个咽喉啊 附有一层膜啊 附有一层膜 但是 这个这个膜呢 往往比较致密啊 比较致密 不像这个额口窗 额口窗的膜是洁白的啊 洁白的 而且松散 比较容易刮下来 那个膜的话 是不容易刮下来的啊 这是咱说的鉴别诊断 宝宝会因为疼痛 拒绝吃奶 然后造成食量减少 体重增长缓慢 那如果扩展到口腔的后部 就有可能导致这个 呃 咽喉的啊 一些问题 因为怕疼 不愿意吃饭 不愿意喝水 时间长了会造成脱水 啊 等等情况 那么它的病因 跟刚才的口腔 口口窗一样啊 无非就是 这个食症和什么呀 虚症 那食症的话呢 它比 它把心脾放在了一起 就是心脾的积热啊 然后虚症的话呢 就是心火的上 这个虚火的上炎啊 诊断要点啊 这不多说了 刚才说过了 就一个是心脾积热 一个是虚火上炎 那么 只要看到口腔里 有这么白色 凝乳状的啊 白点或者白斑 你就要引起注意了 擦一下 如果擦掉了 下边是什么呀 是那个光滑的 纯粘膜的话 那是怎么回事啊 是奶瓣 对不对 如果擦完了 下边是窗面了呢 你高度考虑是额口窗啊 呃 如果孩子出现低热 巨石流口水 等等这些情况 就更加印证了 你的诊断 那么这个时候 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心脾积热 那么这个心脾积热 你想想 它的发病 是不是在哺乳期的孩子啊 那这个时候 孩子往往还没有能吃到腐蚀 所以它的热从哪来的 哎 从它的妈妈来的 是因为孕妇怀下的时候 就喜欢吃一些辛辣 质薄质品 比如说成天吃火锅啊 或者是我给大家说的 那个成天吃海参的那个 然后或者是 喂奶的时候啊 吃一些这个湿热 比较重的食物 不注意口腔卫生 那么我们认为 它就是胎热或胎毒 你包括黄胆呢 幼儿急诊呢 其实都是水痘啊 都是胎毒 后天发出来的这个情况啊 虚火上浮 是因为患而先天的 禀物不足 或者是久泻久病之后 久泻久病 是不是会伤阴呢 那伤阴时间长了 孩子就会出现 这种阴虚的情况 那么就会出现 虚火上浮啊 心脾积热 那么它的取穴 它的取穴 跟刚才的那个口窗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把 这个心火和脾胃的热 捏在一起了 这个咱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往下看 这是虚火上浮的 这个时候掐揉小横纹 长小横纹 仍然是这个学位的 好用的啊 这个药点 常用的石疗方 大家简单看一下 银黄去火汤 黄莲金银花 灯芯草 三味水煎 二十分钟取汁 再煎一次取浓汁 这个黄莲金银花 都是什么样的药啊 对 良性的 它的作用都是清热 解毒 这个灯芯草啊 灯芯草可以干嘛呢 卸心火啊 所以它适用于 心脾激热的换儿 西洋参莲子炖冰糖 这个西洋参呢 是所有参类里边的 就是你比如说 我想进补一下 但是我又怕吃了 这个参类呢 上火 西洋参就是最好的选择 啊 西洋参最好选择 它是滋阴而不生热 啊 滋阴不生热 同时补气啊 补气血的这个效果比较好啊 那么它整体在这里呢 处于这个 治疗这种偏虚热的孩子啊 偏虚热的孩子 单方艳芯 还是啊 用无珠鱼啊 无珠鱼 醋条敷脚心 打粉醋条敷脚心 或者是用这个湿霜 湿霜就是咱说的这个 这个压的柿子饼上面的霜啊 糖霜 或者是冰棚散啊 但这个也不好 不好取啊 你就不如直接买点药 服务生得了 预防和调护 我先看一下啊 首先 注意饮食卫生啊 尤其是孩子 一些辛辣 辛辣煎酌烧烤的这些 不要给孩子吃啊 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 久病的话 注意口腔的护理 防止口腔黏膜 破损 再有 如果产妇 有这种 这个霉菌性阴道炎的话 一定要注意 及时的去给他治疗 切断传染途径 婴幼儿如果进食的时候 餐具一定要 洗干净再蒸啊 但是要注意 给孩子 选餐具的时候 不要选那种 花里胡哨的啊 我以前看见 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说 她说 我怎么总闻着 她买的那种碗吧 是双层的 里边是一个那种不锈钢的 外头是那个 就是特别可爱的那种 小小花形 然后扣在里头的 然后呢 但是它是死的 他说 我总觉得这个碗里头啊 好像有水一样 我每次刷完了 总感觉这个碗 还是有一种 那个霉味 后来呢 有一天突然 这个碗掉地下了 结果摔两半了 发现整个这个 里边的塑料里的 全是霉菌啊 已经长满毛了 因为它的水进去之后 又出不来 所以时间长 捂着它就长毛 那么这种情况 就往往孩子 特别容易出现 这种感染的情况 所以呢 就买一些简单的 这个玩具 最好了 然后这个注意消毒 哺乳期的母亲啊 在喂奶前 可以用温水 清洗乳头和乳孕 如果说你平时的话 嗯 那现在这个医院里 有的时候 也不太建议 清洗乳头 因为有的时候 孩子会通过 你乳孕的味道 去寻找啊 他有这么一个感受 只要如果你这个乳头 没有受到一些污染的话 问题不是特别大啊 呃 婴幼儿的话 他的玩具 被入要及时的拆洗 晾晒啊 定期的消毒 婴儿是隔离 哺乳的消毒啊 这个不说了啊 后边这些都 基本上 嗯 在生活中都能 都能这个避免啊 比如说经常性的外出活动啊 或者是不要交叉 使用餐盘啊 现在幼儿园 做的都非常好 呃 一个一个小孩 一个这个盒啊 分槽释养 好 这是咱说的鹅口窗 因为鹅口窗啊 跟口窗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口窗和鹅口窗 是不是就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什么 食热 对不对 一个是虚热 那食热的话 就是涉及到哪两个脏腑了 心和脾 对不对 如果口窗的话 长在口唇上 或者是齿吟上 跟谁有关系 跟脾胃 对不对 它是一个脾胃的激热 那我们就用一些 清脾胃的热 比如说 清脾 清补脾啊 清胃啊 还有一些 退热的穴位 比如说 退六腑啊 这个食热症 退六腑等等 然后 这个心火上炎的话 那口窗长在哪啊 舌尖 对不对 会出现一个舌尖的 这个溃疡 溃烂 然后呢 可以用一些 什么样的穴位啊 清心火的 咱们这一溜的穴位 都可以用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知道 口窗的特效穴 那俩必须要记住的 长小横文和小横文 这样的话 你在任何疾病 你都可以把这俩穴位 拿过去直接用就行了 那虚火上炎呢 是因为什么情况 叫阴虚 对不对 所以你配的穴位 都是一些什么穴位 滋阴的穴位 滋阴的穴位 好 咱来看液体 液体在多少页 125页 液体 啥叫液体呢 液体是指啊 这个小孩经常在夜间 啼哭不眠 甚至通宵达档 白天呢 正常入睡 晚上就开始哭 有的时候 咱说是因为睡颠倒了 是不是 还有呢 是每天 定时啼哭 到那点跟上了闹铃似的 嗷嗷的就开始哭 那么就叫液体 民间俗称液哭狼 以前看电视的时候 是不是 家里要有这种 晚上哭的孩子 写那个告示 什么天惶惶 地惶惶 家里有个液哭狼 路过狼君念三遍 一觉睡到大天亮 满大街的梯 然后就每个人念 然后他就想孩子可以睡到大天亮 那实际上如果是你这个夜哭的原因 你没有解决的话 他是不是该哭还哭啊 有的呢 是阵阵提哭 就是坑记 有的呢 就是他哭了以后 仍能自己入睡 这是孩子接觉 中间接觉的这个过程 有的呢 则不是 则是一哭呢 就是哭的特别的凶啊 甚至通宵达旦 一哭一宿的那种 甚至更多的就每个月都这样 你想想他晚上这样 大人睡不好 他能不能睡好啊 他也睡不好 那他长个儿的话 是不是就要比别的孩子慢呢 这个生长发育就要受影响 那么这种病 多见于半岁以内的孩子啊 我以前有个病号 他就这样的 他的父母呢 是在监狱啊 在监狱是狱警的那种 他俩就比较有时间 然后也没有老人帮他带 那么他俩就是 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一个人上班 下午的时候再换过来 那这样的话 一个人带孩子呢 就是往往就比较忙啊 你除了带孩子之外 还要去做饭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什么办法呢 白天就让孩子在家睡觉 睡完觉之后呢 等到这个晚上了呢 孩子就开始上班了 他俩休息了 孩子开始上班了 一到晚上 这孩子就开始嗷嗷的哭 一哭哭一宿 然后第二天 他俩再顶个黑眼圈 再去上班 然后再让孩子睡觉 如此往复啊 他俩苦不堪言 我去给他治病的时候 其实是治这个感冒啊 感冒 但这孩子有一个典型的特点 就是伸舌头 没事就伸舌头 而且烦躁的特别厉害 一哭哭到浑身痛红 哭没气的那种 然后我说你这孩子在哭 太厉害了 我说我这手法也不重啊 然后他说那 哎呀你推这两天 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我看到舌尖红 我就给他清了清新火 这两天也好很多了 要宰家的时候 一整都哭 哭哭没气了 然后我们还得掐人钟 把他掐醒 我说这么厉害啊 所以这个后来怎么办 后来他就跟我说这个情况 说他家孩子就天天晚上哭 然后我一问他的情况 就是完全给孩子睡颠倒了 白天能睡一上午 中午吃个饭 然后再睡一下午 你想他晚上还困吗 我说你这一天白天 这个大人这么睡 晚上你也不困了 后来就改变他的睡眠情况 然后呢 这白天就困也不让他睡 总得有这一天 困着活动叫他玩 带他出去玩 然后给他这样晃要醒 然后再就是好歹是过了几天 给他调过来了啊 然后同时呢 再清一清新火 他就是咱们一会儿要学到的 那个新火上演的那种啊 那么造成液体的原因 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环境不适应 孩子呢 对自然环境不适应 黑白天颠倒 因为白天呢 父母去这个上班啊 有的时候可能让月嫂带 或者是让这个爷爷奶奶带 那为了省事清晨啊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报道 说月嫂带孩子 他为了清晨 他就给孩子喂安眠药 听不听过那个事件 然后喂完安眠药之后 他这白天没事了 然后这个太缺德了啊 这个时候啊 还有的呢 就是白天把这个窗帘都拉得特别严实 谁也不能出声啊 以前我们家那邻居就是 我们要是出门光关个门 他必须要出来找一下 说你们以后关门一定要轻一点啊 我们的孩子在睡觉 我说好好好 那他家孩子就天天晚上哭 白天的时候就是 一整他妈就被这个 这个他是亲妈亲姑娘 就被亲姑娘气哭了 坐那个楼梯口往那哭 然后我们就好奇 就问他咋的了 白天家里一点东西都不能有 我们走到都是这样的 然后说话都是这样的 不让他说话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孩子 黑夜白天 他分不清楚 他觉得 哦 这个时候是黑天 这个时候是这个 天屋里都是黑的 安静的 我就该睡觉 所以到了晚上 他觉得是白天 那么这个时候 晚上父母 这个休息了 他开始工作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白天就领着孩子使劲玩 白天领着孩子使劲玩 耗费他的精力 把他剩的那点电量都给他耗完 到了晚上他就睡了 另外 就是我说的那个睡眠不好的 这个镇静剂一般 谁会给孩子用镇静剂啊 一般比较心疼 你只要稍微有几天 给他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再有就是这个白天运动不足 白天运动不足啊 白天呢 就给孩子搁家玩 你白天怎么办 白天就带着孩子使劲出去疯啊 疯够了 他回来就睡得特别好 你会发现 尤其带小孩的啊 白天你要是但凡领他出去玩 晚上回来 他就睡得特别踏实啊 特别踏实 再有就是午睡时间安排不到 这个其实看起来简单 但是很多孩子都做得不好 晚上十点十一点以后睡觉 然后呢 到早上一睡睡到十点十一点 睡一个扣圈 然后早饭吃不上了 然后就变成午饭 然后呢 下午吃完饭了 到了三四点钟又开始睡觉了 三四点钟一下睡到七八点 那你想想他七八点还能再睡晚上觉吗 他肯定来再往后推啊 又十点睡觉 长此以往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或者是晚上他就不睡觉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往前提一提 五点之前就不要再 五点之后就不要再让孩子睡觉了 不要睡了啊 五点之后 他再困你也把他弄醒 不要让他睡了 最晚睡到五点啊 黄昏觉睡太长了之后 晚上他就不睡了 稍微调整一下 再有一个 吃奶的母亲 平时喜欢吃一些辛辣 肥干厚腻的食物啊 当然这种是指北方的啊 北方的 因为北方本来就燥 你像人家重庆的妹子 或者是在南方一点 他本来就湿 那你这个时候稍微吃一点辛辣的是没问题的啊 那或者是过服一些热性的药 那体内呢热比较重 孩子也会出现一个液体的情况啊 还有一种小儿神气不足啊 神气不足 这个时候呢 或者是咱说下周了啊 一点不夸张 我以前有一个 就是刚好生完孩子在产后群里头 就看这个 这个这个 他们说自各个家里的 这个跟婆媳的关系啊 他说他这个孩子啊 就刚出生在院子里 天天晚上哭 然后哭得还特别凶 他婆婆呢 去找一个算卦 就说这孩子啊 被什么东西附体了 然后说那个有一天 他孩子哭得特别厉害的时候 他在那抱着孩子 他说我婆婆 你能想象半夜两点拎个菜刀 站在我的门口 然后就在那说 让你还哭 让你吓唬我孩子 然后就就是老人都会 一旦医学上解释不了了 他就会找这种歪门邪道 然后他说 你知道我一回头 我看着我婆婆 两个眼睛 感觉眼珠都绿了 拿个菜刀对着我 然后 其实孩子神气不足 他会有这种受惊的情况 但是你把这种 就用咱们镇静安神的方式 就可以了 不用这么恐怖 然后还有啊 就是孩子乳食不节 伤了脾胃之后 脚胃不合则卧不安 是因为饮食导致的 也会出现液体的情况 那么我们书上 给大家有这么几点 一个是脾寒 心热 惊骇 惊骇就是下着了 还有一个就是食肌 所以你看食肌 是不是贯穿好多孩子的病啊 脾寒心热 惊骇食肌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啊 分别来看一看 孩子啊 本身先天脾就不足 到了晚上之后 阴气更盛 这个时候脾阳就更不足了 如果脾本身就有寒湿的话 那这个时候到了晚上会这个腹痛疼得会比较厉害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脾虚脾寒的这个孩子 翻过来看一下他的临床表现 126页 睡前啊 睡觉的时候 喜欢趴着睡 大家的孩子有没有喜欢趴着睡的 啊 喜欢趴着睡的孩子有几种情况啊 喜欢俯卧的 一种是因为乳食机制吃撑了 第二种 阴虚的孩子 阴虚体质的孩子喜欢趴着睡 啊 喜欢趴着睡 第三种 就是这种脾寒的 肚子疼 脾寒的 肚子疼 他就喜欢趴着睡 就像 现在的好多阅科的宝宝 有这种长脚痛 长胀痛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 什么样的情况能怀